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这位今年SCAA中强队最多的分局之一 东南联盟的常规赛冠军之争 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前天奥本大学在对阵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比赛中 状元热门贾伯斯米斯Jr 靠着13投9中的投篮命中率 5投3中的3分球命中率 砍下了27分19篮板2助攻0失误的数据 帮助球队通过加10赛 以81比68战胜对手 这让奥本大学仍以14胜3负的分局战绩 位居东南联盟第一位 但在常规赛还有一轮结束的情况下 他们却没能锁定冠军 状元热门贾伯斯米斯Jr 本赛季共拿下了超过500分 超过200篮板 成为校使大一新生第一人 他也入选了今年的大前锋奖 卡尔玛隆奖的最终候选人名单 而贾伯斯米斯的内线搭档 封盖野兽沃克凯斯勒 则入选了中锋奖 添沟奖的最终候选人名单 从理论上来讲 现在东南联盟排名前四的球队 都具夺冠可能 第二名拥有球场五棍 泰坦娃士顿的肯塔基 第三名的阿肯瑟 和第四名的田纳西 战绩均为13胜4负 奥本必须在明天 对阵南卡大学的比赛中取胜 才能确定拿到常规赛冠军 而其他三支球队也不敢松懈 因为万一奥本输球 他们只有赢球 才能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肯塔基明日的对手会是 弗洛里达大学 弗洛里达和南卡 都在本联盟属于中游偏上的水平 而阿肯瑟和田纳西 则会直接在明天对垒 上演两枪相争 今年的东南联盟确实很强悍 除了上述的几支球队之外 分区排名第五的阿拉巴马 和第八的LSU 也分别在本赛季 进过全美前25 他们之中必然有球队 会与今年的疯狂三月 失之交臂 这两天 大时效联盟的锦标赛 对阵图也出炉了 分区排名前四的球队 威斯康星 伊利诺耶 补杜和爱荷华 可以在第三轮以一代劳 近代他们的对手产生 而锦标赛会在本月9号开打 15号之前就会结束 兄弟们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